合法解決垃圾 金頂科技公司邀請彰化鹿港 福星鄉企業家以及工衛博士 高喊支持合法解決垃圾 我们不是污染制造者 我们是刚刚讲污染的解决者 与惠的福星鄉企業家表示 在地业者因为焚化炉不足问题 清运事业废弃物都得运送到高频地区 一顿成本就要上万元 金頂焚化炉有先进的废转能技术 认为能减少排放 发展循环经济 因此他们相当赞成 而工卫博士也强调 金頂排放氮氧化物排放量 远低于其他焚化炉 因此愿意站台发声 金頂科技公司三月中 在彰化深港办说明会 当时因为会场早就被支持民众挤满 让环保团体和反对民众议员都无法进场 爆发口角 但彰化环保联盟表示 彰化现有焚化炉年处理量高达64万吨 远高于彰化本身事业废弃物处理量的7倍 表示几乎都是在帮别人烧废弃物 金頂焚化厂对本县的废弃物处理 其实没有设厂的必要 而环保局则表示 目前张冰还有风雨焚化炉 二期工程兴建中 完工后就能完全处理事业废弃物和污泥 因此县政府多次在中央环平 建议金頂科技在彰化县没有设厂必要 八大新闻读局看综合报道 民生八方式 近在一小时要订阅 不要忘记要按小铃铛哦